好 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咱们一块迎接一下双头怪 看看它到底有什么诡异的本事 好不好 你看一把 原来知音分解手下有这么一个怪物 这个怪物是一个三位数 你看到了吧 这个怪物就是一个三位数 把这个怪物的各位和百位对调 它仍然是一个什么呀 三位数 这就说明各位一定不是你 一定不是零 如果各位是零 掉到头里来 那就不是三位数了吧 这就是那个双头怪 你看 掉到一个新的三位数 还知道这两个三位数成绩正好等于多少 55872 是这意思吧 就说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怪物的真实身份 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怪物到底长得什么样 那这个神秘它就有点可怕是吧 那这时候小帅小就说了 我就打破你这个传说 我非得知道你长得什么样 能明白吧 那怎么办 体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数 叫乘积是55872 想到那句话了吗 见机就拆 对 见机就拆 你是乘积的形式 我就给你拆了 是吧 那你开始了 你看啊 小帅侠分析了 他说七曲上帝经验 见机我就拆 管你呢 是这意思吧 不是拆先的拆 是分解帧数那个拆 是吧 看着 这个自己拆吧 我就不细给大家拆了 好不好 你慢慢拆吧 这个是不是一看也是9的背数 也是2的背数 先拆出18来嘛 对吧 这个慢慢拆吧 它等于2的6次方 乘以3的平方 乘以97 是不是拆到这了就 拆到这了我就想 这个等什么 是不是还等于那个双头怪 和它反着的那个东西的成绩 对吧 这两弯和这个弯 是不是就是一个 头尾对调的过程 对吧 那我就开始了 那怎么凑啊 那有点麻烦 你看啊 2的6次方 3的平方 97 我这么想 它俩成起来 是不是等这个弯 你要从这下手 那就可以麻烦了 这里面有1个 这里面有5个 行不行 这里面有2 这里面有4个 行不行 这里面有4个 这里面有2 行不行 所以你没法从这下手 听得懂吧 从这下手更麻烦 0个3 这里面有9 行不行 1个3 1个3 行不行 1个9 没有3 行不行 行 所以你不如从这下手 从大的质因子下手 能明白吗 从大质因子下手 因为它比较大嘛 对吧 我就这么想 97还能拆吗 不能 能拆在这早就应该拆了 是吧 对 所以这俩里面一定有一个是97的 倍数 倍数 对吧 对 这俩里面一定有一个是97的倍数 而且这俩都是几个数 你想想 三个数 所以最少是几倍 最少是97的几倍 才能够三个数 两倍 两倍 那我看两倍行不行 好吧 如果是两倍 这个就等于194 那这个会等于几呢 是不是这个领了一个2走了 是不等2的5次方乘以3的平方 对吧 那我看这个等于什么 这个就等于2的5次方乘以3的平方 我这个当算套子指了这儿 好吧 2的5次方等于几 32 32 3的平方 到底一边 9 对吧 32乘以9 对吧 32乘以9等于多少呢 288 乘以9 298 288 对吧 嗯 你说这个行吗 不行 哎 他俩应该是双头怪 正着和斗着对吧 对 这儿是194 这儿就应该是491才行 否则就没有戏 对不对 对 这个 应该强比 对吧 嗯 那说明两倍不行 那就几倍 三倍 三倍 97的三倍 我试试 那是不是就3721 3927 291啊 对 是吧 那这个剩什么了 97 三倍了 是不是2的6次毛乘以3 嗯 2的5次毛 是不是等于32 嗯 这是不是就2的6次毛了 对 再乘以3嘛 32乘以 192 哎 192对吧 你看这是192 这个可以吗 可以 你看可以 对不对 对 理解我啥意思不 那答案不就出来了 能听明白吧 嗯 你说老师我还想再试 我不放心答案 对不对 那你说2倍可以 3倍可以 你是不是还可以是4倍 嗯 要是4倍 我来试一个 后面我就不试了好吧 我意思一下 要是4倍 97乘以4 是不是在这儿 那97乘以4吧 4728 4936 这是不是应该是388 97乘以4嘛 哦 对 4728 4936嘛 对吧 那这儿 要是只能是883 但是3824 对吧 对 所以不可能 理解我啥意思吧 嗯 后面的 是不是可以自己试了 是 答案只有一个 291和192 双头怪 神秘了这么多年的身份 终于被拆穿了 对吧 对 不过如此 听明白了吗 嗯 你看啊 291乘以192是合格的 对吧 嗯 所以这题我就得出结果来了 最后咱总结一下啊 好话得说二遍呀 有人说老师 好话不说二遍 不说二遍 我怕你记不住是吧 电机就拆 拆完就啊 臭 臭 慢慢就可以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啊 那你看看啊 至一分解 亲自出马了 双头怪的身份被揭穿以后 不久也败围了 他就怕那个 靠那个神秘劲来吓唬人是吧 嗯 一旦被揭穿了 就完蛋了 至一分解 不得不亲自出马了 对吧 嗯 到底至一分解 亲自出马以后 能带来什么样的邪语行风 别急啊 别急啊 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邪语行风呢 咱看一个举一反三 再说 好不好 因为这么神秘的工具 你掌握好了以后 再对付质疑分解 是不是会好一点 对吧 嗯 你看 有N个自然数相加 1加2加3加4加5 一直加到N 对吧 对 这个玩意等于多少 AAA 知道A是啥玩意吗 A百 A是A吗 百倍是A 十倍是A 个位也是A 能理解吗 嗯 先问你A等于几 A等于几 看到这个题了吧 那咱算一下吧 你看 我慢慢算 这个猛热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吧 反正我知道 这是B1加的N 这就是咱们学过的等差数列球 和嘛 它是不是等于首相 加墨相 乘以相数 除以2对吧 对 它是不是等于AAA 对 AA是不是就111A 嗯 你足摸这个柳是吧 所以你看啊 是不是推出这个N 乘以N加1应该等于什么 222A 222A 它乘以它等于222A 见机就干嘛 拆 有的老师A不知道啊 它乘以它等222A A不知道啊 那222总知道吧 拆 222等于2乘111 111是不等3乘37 所以等这么个东西 对吧 嗯 听到懂吧 听到懂 那2337 从哪这个地方下手 2吗 3吗 37吗 从谁下手 这三个里面选一个 选啊 37 从大值因子下手 是吧 嗯 好试 好常试 你想 这边有37 说明这边一定是什么 37的 倍数 对不对 对 它要使37的倍数 那比如说吧 我N等于37行不行 行 我N使37的倍数可以 我N加1是37的倍数 是不是也可以啊 我一个个是吧 我先使这个是37的倍数 好吧 那它等于36 它等于37 是不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 嗯 那我这个合不合格 我看看 你左边确实是37的倍数了 对吧 嗯 但你是2的倍数吗 左边 不是 嗯 是 是 你是3的倍数吗 不是 36不是吗 36是 是 所以36乘以37 有希望是2乘3乘37乘以A 对吧 嗯 能听懂吗 嗯 我看行不行 如果36乘37等于2乘3乘以37乘以A了 那我看行不行啊 嗯 那你看37和37抵掉了吧 对 这个6和它一抵 是不是就剩6了 是 A等6 可以 能明白吗 嗯 也就意味着1加2加1加30啊 N等于36是吧 对 N等36嘛 等于666 这个是合格的 能明白吗 嗯 所以 A1等于几 6 听懂了吗 嗯 有同老师你这也不行 万一 这个等于 30 这个N等于37 N加1等于38呢 这个问题也是37的倍数吗 能明白吗 嗯 因为我刚才是这是37的倍数了 人家有同学反对说这是37的倍数怎么了 他等于37 他等于38不行吗 你看看行不行 这个嘛 是不是得等于他 是 你要等于他 最起码得是2的倍数吧 嗯 这个是不是2的倍数 是 是 你最起码得是3的倍数吧 嗯 这个是不是3的倍数 不是 不是 所以这个没戏 能听懂吗 嗯 李东老师那也不行 万一他等于74呢 他等于75咋了 73 他等于74 他等于73 能明白啥意思吗 嗯 那也是37的倍数 那样你就会太大 明白我啥意思吗 嗯 你乘前就不是三位数了 你可能超了 对吧 嗯 你想想 70乘以70就等于多少了 4900 哎 你超了就 对吧 听得懂我啥意思吗 嗯 那关于这个东西 我就简单给大家分析多少 可以吧 好 最后这个贴子啊 还记得吗 666 对 应该说 A0 哎 怎么等36啊 A等于6对吧 对 A等于6啊 瞎醒我这不是 A等于6 听懂了吗 嗯 OK A等于6 A等于6 谢谢观看